第一手观察 带您贴近新闻现场 新闻最前线 其实农历春节还没有过 要到正月十五才算是这个年 大家可以回到工作岗位 不过现代人不到正月十五 就已经回到工作岗位 今天在我们的单元当中提到过年 我们要来看看现代人怎么过农历春节 两岸有什么样的差别 而且今年的生肖鼠羊 在台湾有不少人讲流年运势 那么大陆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还有过年 像在澳门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很多人过年的时候小赌一下嘛 今年生意好不好呢 相关的话题 我们将连线中央社助上海记者冯昭来跟我们话过年 非常欢迎冯昭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也是跟大家拜一个晚年 好 我们首先就来谈这个过年 免不了就拜年 像我刚才也是在节目当中再拜个年 那么我们谈到在台湾 像亲朋好友贺年 我印象中早年大家说来走春 就是到家里来走走 大家互动一下嘛 聊聊天 等门拜访 后来是有电话就很方便 因为有些比较远 过年几天的年假大概也出不了远门 到几几年还有手机简讯也非常的流行 最近更是LINE 很流行 那事实上我常常用简讯 后来发现 好像没有人用简讯拜年 这几年也不敢用这个简讯拜年 大家都用LINE 不晓得中国大陆这几年的演变 是不是跟台湾有相同的地方 或者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拜年的形式呢 大陆这边这几年也是一样 简讯的这个用量就是大幅的减少了 大概只剩下一些商业的啊 可能还会有一些广告是用这个简讯的 大陆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微信 这微信跟台湾常用这个LINE 其实是很类似的 只是说微信是大陆自己开发的一套软体 那在大陆这边呢 非常的就是很普遍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包括你到这种商店啊去要下载什么优惠券啊 都是在这个微信上面 所以拜年现在这几年大概也 大家都是敢用微信拜年 那今年不太一样的是哦 以往微信拜年大家可能就是贴贴图啊 然后或者是写几句话 顶多是在上头做一些可爱一点的这种 动画的嘛 今年它出了一个新的软体 都蛮有意思的哦 就是你只要把自己的那个大头罩贴上去 然后你还可以在那上面很简单去选 比如说发型啊 然后还有衣服啊这些 你就可以做一个好像一个卡通版的你 然后再跳这种 比如说什么街舞啊 这种很炫的舞蹈 然后跟大家边跳这个过年的舞啊 好像是什么小苹果这种配乐 很炫的拜年方式 所以很多人都在玩这个 哇 好特别哦 过去收到这个很可爱图案 就已经开心了不得了了 现在还可以让自己呢 看要变什么样的造型都可以哦 那么我想这个网络在中国大陆 真的是发展的非常的火红哦 所以各种软体好像是应运而生了 其实我在想哦 像台湾这么小 然后呢要出个远门 要几天中国大陆各省 这么的幅员辽阔 所以用这种简讯呢 当然已经过时了 还有这个微信呢 这个半年这么的活泼 然后这么的现代感哦 我想这也是大家没有想象到 但是商人的脑筋总是动得非常的快哦 还可以自己描绘出自己的一个造型 那么谈到这个拜年除了 这个之外呢 我觉得在过年有很多可以聊的哦 比如说拜完年之后 其实大家都有拿到红包或压岁钱 其实在过年的时候 大家也想发个意外财 好喜嘛哦 我注意到像台湾这几年 有所谓台财的 这个呱呱乐 像今年呱呱乐哦 买气非常非常的热哦 大陆像这种发意外财的 这种玩法会有吗 嗯也有 大陆其实哦 就是过年大概从 呃 90年代以后 其实大家几乎都是在这个 电视前面看春晚嘛 央视的春晚 因为它真的是全国联播的 嗯 所以每年大家从 过年前就在期待说 哎这个春晚要播什么节目啊 或者是说播完之后 大家就开始吐槽 变成大家一个娱乐 嗯 今年的这个看春晚 多了一个新的 就是抢红包 哦 抢红包这个游戏哦 其实去年的时候 就有开始了 但是那个时候呢 嗯 其实呃 因为才刚开始 哦 所以可能还只是 一小部分的人在玩 那那个时候呢 呃 应该要先讲到 就是说大陆这边 因为原来是阿里巴巴 他这个呃 就是我们大家呃 台湾很熟悉的这个淘宝网 哦 他的这个支付宝 是在大陆等于说是 遥遥领先嘛 嗯 那腾讯呢 他就是哎 突然之间突袭 这种模式哦 就推出了一个 在过年抢红包 这个游戏 就非常的受欢迎 嗯 所以今年呢 这阿里巴巴 当然也觉得说 哎 不行 我也要提早备战 所以今年是阿里巴巴 跟腾讯两家 都在玩这个 抢红包 这个游戏 所以的抢红包 他就是在这个手机上面呢 你玩了一个游戏 嗯 那抢到了那个红包呢 有的是现金 有的是折价券 完全是看你的手气 可是你 因为不需要花什么成本嘛 你就是这个手机上面 呃 绑个什么银行的账户啊 这些的 你就可以去玩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有趣 那这个对商人来讲的话 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一个 促销的一个手段 哦 因为平常你说 要跟我要一个银行账号 绑在这个手机上 对 我说什么都不肯啊 嗯 可是我推这个过年抢红包的游戏 又是节庆大家喜欢的活动 然后而且大家就觉得反正过年四手气嘛 所以大家就很乐意的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促销活动 哇 所以那个时候春晚最疯狂的时候 一分钟是八亿的人在抢红包 哇 哇 其实像这种消息也透过网络很快就会让大家知道 就来试试手气嘛 所以网络的影响真的是五远佛界啊 非常的快速哦 去年没有抢到这个 今年就赶快送出红包 所以一边看春晚 一边怎么利用网络来抢红包啊 广告的时候咯 它是这样子哦 就是这个春晚在播的时候 然后主持人可能就会跟你说 哎 现在开始可以抢红包了 哦 搭配这样子是吧 对对对 这个效果其实非常可怕 因为你看哦 春晚他 虽然讲说啊 这几年收视率 大家就知道他说 一直下滑 但是你知道吗 他就算下滑了 他今年还是有将近七亿的人在看 哇 那主持人在这上面跟你说 哎 大家开始抢红包了 哇 大家就疯狂的在摇手机 哦 其实这个好 因为大家就是好玩嘛 家里的人可能比如说三个人 四个人在一起 大家看着电视摇摇摇摇摇摇 那个其实是一种共同的娱乐 能抢到多少钱 其实真的 我听到大部分人可能抢就是几块钱 甚至有几毛钱的也有 很多人抢到就是折价券 可能就是好玩 没错 所以才会说 一分钟居然有八亿的人在通知摇手机 而且很多人摇的实在是太疯狂了 哎呀 把那个手机摔到地上 是啊 太激动了 已经太投入了 所以不可思议 其实我觉得冯周 你讲的真的是蛮有意思 就是说 我们看他就说 其实他给的钱又会又不多 但是大家为什么这么的疯狂 过年大家就是欢乐一下嘛 要不然我举个例子 像在台湾 也有很多电视剧啊 在播 他也有用这种方式啊 有一些送什么好礼啊 来参加啊 可是好像感觉 那种啊 就收视率的提高 可能还是有限 但是过年的时候抓住了那种 大家同乐的心情 然后呢 就可以冲高这个收视率 对啊 而且这个还间接带动的 就是一些影法族 也去买的智慧型手机 听他们也说爷爷奶奶 对 怎么会去买智慧型手机嘛 可是这时候 可能孙子什么的也都回家了 然后大家都在玩这个 抢红包摇手机 那爷爷奶奶会觉得说 好吧 那我也跟着大家一起玩 所以很多年轻人 比如说回家的时候 他就带了一只 智慧型手机送给爷爷奶奶 那甚至我那几天去逛 那个商场的时候 我一看到有很多 就赢法族 他就去买智慧型手机 对 他可能不一定要说买多好的 可是总之这一波 等于是一个换机的 换机潮 又有一个新的 对 这样子的一个吸引力了 知识不可思议 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 不得了 最近在跟一个电信业者在聊 就是过年生意没有比较好 说倒也没有在台湾 到时也会看这个智慧型手机 是不是换了新款式 才会有换机潮 但是中国大陆 在过年也抢到一波了 真是非常的特别 很难得 好 谈到过年有很多的玩法 大家总是放假的时候 或者想讨个吉利 或者是说 口袋呢 有一些压岁钱 就会想去消费一下 在台湾 我们在不管是书店 货宝公司 最多就是抢福袋 就是买福袋 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 在消费行为上 有没有像这种比较流行的 这种购物的行为 在过年期间 这几年 像上海 也是就是因为上海这边 现在外国人真的是越来越多 所以其实有蛮多的 一些不同的风俗 在上海这边 其实都越来越流行 像因为去年跨年的时候 上海跨年也发生了一些 比较不幸的事情 所以今年的这个 上海市政府 就对于办这种 比较大型的民俗活动 就有点谨慎了 那可是相对呢 在百货公司这边呢 他们可能就 也抓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时机 所以他们就推这种 买福袋的这样子一个活动 吸引一些 尤其是像比如说 大年初一啊 这种一开门的时候 大家早早的就跑去排队 尤其是日系百货 然后以前在日本 大概都是就是新历的 这种的过年元旦 然后他们在卖福袋 那福袋这个活动 在台湾已经很多年 就是都是在农历新年的时候 日系百货公司都会推出 那在大陆呢 今年其实算是一个 比较疯狂的 就是除了日系百货有 那甚至一些比较欧美的 像这种卖家居的啊 这种就不是百货公司的 他们也引进了这个福袋的活动 那虽然说 我们一般对大陆的印象就是说 好像对日本的文化比较排斥 可是像这种 吃喝喝玩乐的活动 大家倒是没有什么排斥的 像初一初二那时候 一大早哇就好多人 全家大小就跑去 这个百货公司排队买福袋 然后当场大家就拆开来 在那边看买到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有的时候还是 爷爷在那边雇着三四带在旁边 对然后其他人 因为他们都是排队拿号码牌 然后再进去去选你要的福袋 所以就一个人在外面雇着 其他人就跑进去再买福袋 然后出来之后你就看到 哇一家大小就在那边 拆福袋在同乐 所以一大早的时候 台湾公司人就好多 这跟台湾的盛况也是差不多 台湾也是有很多人会去 把公司钱会排队会买福袋 因为不管怎么样 大家总是会觉得一定是物超所值 要不然那个福袋红红的 也会觉得带来福气跟喜气 哇想不到在中国大陆 这个消费的模式跟台湾 也有一些是相近的 特别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一些 比较这个国际面 比较严肃来看 就是觉得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 似乎过去有一些摩擦 但是谈到这个人在生活上 消费商业模式 大家就是把这个刨在一边 好 谈到这些新的过年的模式 其实刚才我听冯昭说 中国大陆他们在过年都习惯看春晚 在台湾是很难理解的 台湾早年的时候 各个电视台会有一些 围炉除夕的节目 但是也不会一致的就播 所谓的全国都会看得到 不过中国大陆播春晚 似乎是在过年的时候 很特别的一个电视节目 或者说有些电视剧 今年在播映的时候 是比较特别的 在过年的时候 还蛮形成话题的 有没有今年 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地方 今年除了这个春晚 就是一定是大家看完之后 就一定要吐槽 这个是在大陆 大概这几年 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而且因为网路的发达 很多人就在网上 就写一些评论什么的 很多人就认为说 这个网友的评论 有时候比春晚还好看 所以除夕看春晚 初一呢 大家就上网去看 这个网友吐槽 然后而且大家还会比赛 谁吐槽的比较好笑 然后报纸啊什么的 大家还会引诱 所以大概从除夕 一直到初二 初三左右 这个春晚的话题 都是非常热络的 那除了这个春晚 你就是过年期间 在大陆就是 你几乎打开电视 就会看到它重播 你可以连续五六天 这样子啊 对对对 而且它 你看到它是 从除夕晚上八点 一路一直播到 大概凌晨的将近一点 也就是说 四个多小时的节目 然后你每天 你只要打开电视 都会看到它 那个投播 哇那个 你上面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大明星 像周杰伦啊 今天是 孟文卫啊 刘德华 像他们这么大牌的明星 他们对于像春晚 其实他们都还是 非常乐意的 因为这样子的播出的效果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它因为是现场直播嘛 所以 你的歌唱的功力 你的表演的这个 整个的 你的那个水准 就完全是考验这个艺人 所谓的台上 一分钟是 那个台下要十年功 你的功力怎么样 在这个春晚上面 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觉得今年还蛮好玩的 就是 大家不知道 应该在台湾前几年 我记得是 一天可以连续播 七集的那个 后宫甄嬛传 非常的好 对大家也形成相当的话题 对对没错 也是过年期间 哇 这个连续之间是太厉害了 今年在大陆 还是每一个电视台都在播 重播了 还是很多人在看就对了 是啊 我看了大概 至少有五个电视台 在春节的时候 重播这一档连续剧 跟春晚一样 我不管什么时间 打开电视 翻翻翻 一定可以翻得到 后宫甄嬛传 就是娘娘啊 小祖啊 皇帝啊 在那边 然后你就想说 哇 这一齣戏真的太厉害了 从龙年可以演到阳年 而且阳年 还有 一家 她是特别去录制 一个甄嬛传的特别节目 又把这些 演出的几个女主角们 找来 再来谈说 当初拍戏的趣闻 我想说 哇 太厉害了 这样子的一个连续剧 你看可以 不只是重播那么多次 它还是可以变成一个话题 然后继续让大家觉得说 保持它这个新鲜感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今年在 这个电视剧上 最红的就是 春晚跟后宫甄嬛传了 至于拜年 还有这消费行为 还有一些新的 不同的玩法跟过法 谈到阳年 我们今年是属阳 就会很想知道 这个阳年 大家对它有什么样的期待 就说生肖鼠羊 在台湾 有人可能选择 今年结婚 或是今年要不要 有个宝宝 那么在中国大陆 对这个生肖 这个流年 不晓得会不会 也跟台湾一样 是不是也会蛮重视 像今年鼠羊 其实是犯太岁了 然后至于生个 这个羊妹妹 羊宝宝 他们会不会很欢迎呢 或是说其实再等更好的时候 其实中国人对生肖 一向都好像还蛮相信的 那只是说两岸 有点不大一样的事 我们在台湾 好像对于羊宝宝 觉得还蛮可爱的 可是在大陆这边呢 就对于羊宝宝 没有那么喜欢 为什么呢 我这点我也觉得很奇怪 后来我问了一个 就是在这边从事 这种比较属于 母婴行业的台商 他说大陆有一个说法 叫做食养酒不全 这个说法我也听不太懂 对 什么意思 食养酒不全 后来他跟我说 这个其实是有点误传 因为当初呢 在这个周文王 他是一个很懂意经的人 他那个时候说的是 食养酒福全 福气的福 酒福全 所以是一个很吉祥的说法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老百姓 可能失智的不多 所以大家口传 这样子传传传 就有点口误 把它传承了食养酒不全 那其实这样的说法 并没有真的发酵 就是在那么古早的时代 那可是呢 一直到了这个清朝晚期的时候 因为慈禧太后属羊 李鸿章 曾国藩也是属羊的 所以呢 有很多对于这个满清晚期 因为你知道晚期 他们就感觉上是比较腐败了嘛 那所以很多人呢 就开始说 你看就是因为这些属羊的人 把这个国家弄得不好了 那这样子的说法 然后又搭上以前有这个 口误的这个食养酒不全 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你在大陆呢 就会觉得说 嗯 属羊好像不是太好 所以像过年期间 比如说像新闻 你会都会去做这个 医院很多这个羊宝宝诞生了 那他们其实很好玩 是他们还会去问妈妈说 你会不会觉得说 生羊宝宝比较没那么好啊 我们想说 嗯 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问呢 其实 怎么讲呢 家里人其实生小孩 都很高兴的嘛 所以大家都会讲说 啊 他说 虽然好像大家都觉得 不好 可是我们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啊 什么种的这样子 对 所以讲是讲说 可能大家觉得羊不是太好 会影响这个生羊宝宝的意愿 但是真的生儿 其实大家还是很开心的 只是说呢 就这个 他们做这个母婴行业的人 他们自己来评估呢 他们会觉得说 可能就没有像马年的那个生育率那么高 因为大陆在去年开始开放生二胎嘛 没错 那所以 其实大家是认为说 这几年的这个 生育的人数会慢慢的增加 但是今年呢 像他母婴行业就评估说 可能这个营业额反而会比去年 稍微叠个一层左右 这样子 影响到相关的行业 不过在台湾很喜欢生龙子龙女 所以其实竞争还蛮激烈的 孩子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 如果在今年 羊年他们不喜欢生这个羊宝宝的话 这些羊年出生的小孩 反而压力会更少 所以这个见仁见智 有得有失 好 最后谈一个 就是 其实冯昭虽然人在上海 但是为什么要跟我们谈这个 澳门的过年的 这个小赌的这个部分呢 到底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是过年前就已经来这了吧 我大概过年前几天 我就每天都收到一个简讯 就是澳门赌场的广告 然后甚至有微信 也收到这样子的广告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奇怪了 因为前年啊什么的 我也在大陆好像从来没收过 这样子的简讯 后来去看了一下 才发现说 哇 今年澳门的情况是 真的是不大一样 因为大陆去年这个 反腐的运动 算是一个很高的 然后官员啊 或者是一些去那边赌的人 可能就今年 真的收敛了很多 澳门的这个赌场 已经连续八个月的 那个营业额都下滑了 去年一整年 他们的那个营业额是 那个副成长的 就不用说了 一直到今年一月 他这个营业额都不好 然后呢 这个过年呢 本来应该照理想是忘记的 结果说初三初四 还是有很多这个赌桌 都是空的 这个也就印证了说 为什么这个月 几乎每天都可以收到 这个澳门赌场的广告 所以对反腐的运动 对于这个澳门的赌场 是影响是蛮大的 不只是说在这个大陆内部 有是说什么 以前高价天价九 现在几乎看不到了 天价年夜饭 今年也基本上 很难很难捡到 所以所有的这个消费 今年真的比较明显 是回归 就是比较大众化的 平民的这样子的一个消费 这是双面认 打贪腐呢 也颇及到一些相关的产业 杨宝宝 大陆民众比较不喜欢 也会影响到相关的行业 但是我想今年 有人可能也会发大财了 在这边还是祝福大家 所以在今天呢 非常谢谢中央社 祝上海记者冯昭 针对两岸三地过年的 一个新的过法呢 带给我们第一手的观察 非常谢谢冯昭 谢谢你 谢谢 谢谢